好 继续大家看到之前引起争议 花莲县环保局推动的环保餐具清洗中心 洗一个碗要35元遭到质疑的舆论之后 改为包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之前举行了开工动土 总经费大约是8000万元 那么也预计在明年来完工 预计有112家的商家来参与洗餐具的行列 那么县议员就呼吁了配套的措施要做好 更不要强迫店家来加入 东大门夜市是花莲热门观光景点 汇集游客人潮 不够每年使用一次性餐具等垃圾量超过300吨 花莲县环保局为了从源头减少垃圾 2018年规划建制环保餐具清洗中心 或中央补助和国发会依注约8000万元经费 日前举行开工动土 预计于2024年完工 成为全国首创公营环保餐具清洗中心 第一个花莲县从我们全国第一个 第一个打造一个升职能源中心 在玉里不适得 再来现在已经开始在试运转的 我们再生能源中心 在我们的打卡 再来就是第三个指标 全国都没有的 公营的我们的餐盘清洗中心 我相信这个在做好以后 再加上自动化以及安全卫生以及杀菌 这整个一贯性的这个专业的设计设施 我想这会成为台湾的典范 在落实静明碳牌 还有落实我们的永续 所以在这里真会要谢谢议会的所有的艺人的支持 中心为在明星段进美轮工业区 新建地上一层建筑 届时将设置两台十三朝市洗碗机 以开衣被衣为原则投入清洗 每日8小时最高可清洗2.5万组PP塑胶材质餐具 3万组瓷器 收费规划包月6000元或以量计费 平均每个餐具约2.2元 收送清洗后由司机运回店家 预估每年可减少约1800万个一次性餐具 约4500公顿碳排放量 现演员杨华美表示 结盘环保局能有更清楚的规划说明 更不要强迫夜市店家加入 接着长邦彦林师报导 接着长邦彦林师报导